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出现让我也吓了一跳 从美国突然有一个小叮当的任意门 开门就从美国跑到这边来了 那个门真的很好用 如果也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来思想 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课题 第六章我们讲了几次 包括这个是第四次了 第六章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些内容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你还记得吧 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喂饱了五千个男人 加加起来如果包括妇女跟小孩的话 可能有超过一万人 所以第六章的一开始是轰轰烈烈的 是人群怎么怎么讲 串动的 是很多人在那边 你感觉好像这些人像蚂蚁 像涌向耶稣基督的 我上次形容好像Bursay这样子 你感觉你的心就是在跳得特别快 哇很 不能用兴奋这个字了 是蛮难过的老实说 要是要Bursay上去是蛮难过的 但是你感觉人很多的时候 哇感觉不一样 很兴奋 可是到了第六章要结束的时候 竟然人是一个一个走了 很可能只剩下十几个人 十几个门徒 从几千一万人以上 到剩下也许不多的人 用复健话讲 怎么会这样子 一开始好好的 为什么人不见了 那人跑去哪里了 为什么事工的高潮 现在变成事工的一个 这么低的低潮 如果教会是这样子的话 肯定我就被会读 会长教训问话了 喂 你的业绩怎么搞的 一开始还有百多人 现在小猫两三只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耶稣的事工在那时候 从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出现了问题 好像面对一个很大的低潮 让我们再来 我再读一次 刚才所读的经文 让我们尝试把自己 放到当时候 约翰在记载的时候的 那个场景的里面 在我们读的时候 尝试在你的脑海里面 产生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帮助我们 去了解当时候的情景 是怎么样的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 这话很难 谁听得尽呢 耶稣心里知道 门徒为这话私下议论 最对他们说 这话成了你们的绊脚石吗 如果你们看见人子 伸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会怎么样呢 圣灵赐人生命 肉体毫无用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可是你们中间 有些人不信 耶稣起初就知道 哪些人不信他 哪一个要出卖他 于是耶稣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们途中有很多退却了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使徒说 你们也要离开吗 西门彼得回答他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们看见 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 从许多的人到几个人 因为耶稣在过程当中 他讲了一些 人很难接受的话 门徒说 这话很难啊 谁听得见呢 但我们知道 耶稣所讲的不是废话 耶稣所讲的 也不是假的话 耶稣所讲的 不是要迎合人的话 讲来好听的 耶稣要讲的是我们 每一个门徒 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所需要知道的话 耶稣不说迎合人的话 难怪有好些人说 这话很难 谁听得尽呢 他们就离开了 甚至 这些人所讲的话里面 你可以知道说 从他们的文化角度 从他们的知识 或者是他们的了解的里面呢 没有人听得尽的 他说 谁听得尽呢 照里不可能有人啊 我们发现其实 对于信徒来说 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 好像也是 选一些 我们心喜欢听的话 来听的 包括 神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来的 你看这一个好听的 祝福的 哇 是的 哇 好棒 这个多好啊 平安 祝福 医治 彼此相爱 美得无比啊 要听 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也用耶稣的话 你知道吗 他把耶稣当成是一个道德家 他讲的话 很美啊 听一听吧 可是圣经里面 还有一些话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想去听的 有时候听得还蛮刺耳的 就像这些人所讲 他说 这话很难的时候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很刺耳啊 很难接受啊 是我们不能够听得下去的 也就是说 要爱 你的仇敌 很难听啊 也就是说 信他的人也会受苦 很难听啊 也就是说 妻子们啊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谁说的 谁说的 神经里说 你们丈夫要舍己 爱你的妻子啊 有吗 我发现我们会选 一些好听的话来听 有时候呢 不是很顺自己意义的时候呢 就很难听 或者是盖着眼睛 把它快快地翻过去就好了 圣经所说的话 耶稣所说的话呢 不是为了要迎合 你我的要求 你我的意思来说的 那我们知道 应该了 大选要到了 应该了 有人猜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 不会也太久了 每一次大选一到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很会 讲话 我帮你 你帮我 我承诺 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呢 因为他要迎合很多时候 因为他要迎合很多时候 要你们来支持我 所以你们想听的 我就听 他很少在大选的时候来骂人的 对不对 骂你就跑掉了 所以迎合人的话呢 我们发现 人 尤其是政客 很会讲 我不是说谁啊 我就说 一般上呢 很多人会讲一些 银河人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达到自己的利益 或者呢 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控制 了解吗 所以当我们提到 民主制度的时候 是很好的制度 但是民主制度 你要记得 它很容易被操控的 当媒体 当广告 当些人的话 被放大的时候呢 人很容易听了 就说 好了 我投你一票 不一定这个人 就是对的人 人很容易被操控 当他听到了爱 听的话的时候 当时候 耶稣的时候 那些人 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他们很需要被医治 请问耶稣 有没有医治呢 有 就是因为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很多人来跟随他 耶稣其实也有满足 他们肉体上面 所需要的 请问那些人 需要吃吗 有 对不对 他们肚子饿了 所以耶稣 五饼二鱼的神迹 喂饱了五千个大人 耶稣有给他们吃 耶稣有给他们 帮助医治他们 因此呢 他们人的需要是 耶稣太好了 那你做我的王吧 你做我的王呢 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就可以舒服享受了 就不用再受别人的欺负了 可是耶稣 却躲开了 当人群 强迫 耶稣要做王的时候 耶稣就离开了 其实我在想 耶稣如果不说什么话 他就可以达到 所谓所有的政客的目的了 你知道吗 行了神迹 行了医治 给你吃的 点点就好了 你知道吗 一定很多人跟随他的 可是偏偏 耶稣说了一些 让他们很难接受的话 那我想你们会问 到底是什么话 这么塞累 这么毒 票房毒药 讲了以后 就没有人来了 到底是什么话呢 之前耶稣就讲了一些话 在上次的讲道里面 也有提到的 耶稣说什么呢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生的父 怎样拆我来 我又怎样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他不止讲了一次 讲了两次 三次 很多次 每一次都非常的 刺耳 每一次都非常的 难以 接受 但其实我们知道 耶稣讲这个话 的意思 从现在 我们往回看的时候 我们才看得清楚的 因为他讲的是 他的牺牲 因为他讲的是 他牺牲他自己 使我们得着 生命的良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延续到永生 这就是耶稣 所承诺的应许 因此他说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但是呢 这个是当时候的人 所无法接受的 耶稣 耶稣所说的是 我们真正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圣灵 赐人 生命 肉体 毫无用处 我对你们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说 肉体 毫无用处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 这些东西 不重要 记得 他不是说 肉体 毫无益处 因为他也把食物 行神机出来给人 他有没有益智 也有 但是呢 很多人却因为 看到肉体的需要 的时候 就忘记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说 肉体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生命 才可以转化生命 因为只有生命 才可以得着生命 所以他说 我的话就是灵 我的话就是生命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得着生命 所真正需要的 不要因为肉体想要的 或者是肉体所需要的 而忘记了 或者忽略了 真正重要的 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了解 从现在的角度 我们知道 耶稣如何达到 把他的肉 把他的血赐给我们呢 就是透过 他有血 有肉的牺牲 我先讲过 耶稣死的时候 不是安乐死的 你知道吗 耶稣死的时候 不是一出生 就夭折死的 耶稣死的时候 是受尽痛苦 流血 皮开肉 这个是表达 他就是那一个赎罪祭本身 为了我们献上 这个祭物 因我们接受了 他的时候 就好像吃了他的血 喝了他的 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一样 哇 很难听对不对 你现在听着血跟肉 都有点刺耳对吗 更何况当时的人 是更加的刺耳的 所以每次我们圣参的时候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保血 我要与耶稣 有生命的关系 这个信仰 不是一个修养 也不是一个修行 这个信仰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生命的连结 哇 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 还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信耶稣好啊 不错啊 唱歌好听啊 很舒服啊 很平安啊 很顺啊 你没有想到 这个信仰是 耶稣有血有肉的付出 而得来的 是与他生命的连结 但这番话 其实当时候的犹太人 听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其中一点 犹太人是不可以吃血的 其实在旧约里面 就很清楚地讲到 血是生命 所以他们不能够吃血 那样 是一个很重要的禁忌来的 所以他们感到很难 他说谁听得见呢 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耶稣还有更难听的话 还没有讲完 他没有讲出来 耶稣还有更难接受的话 他还没有说完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 如果你们看见人子 升到他原来的地方 原来所在这处 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 就成为你的绊脚石啊 那如果我说 人子要回到他来的地方的话 这会怎么样呢 耶稣还有些话没有讲完 因为他知道这些话 会让他们更加受刺激 可能连那几个门徒都不见了 请问 耶稣要如何地 升到他 升上去 到他原来所在这处呢 这整个的过程 要经过他被举栽 十字架上 这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 常常提到的 对吗 也就是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也是一样被 举起来 也就是说 当我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这个举起来 其实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不是极大的荣耀 他升到他原来的地方 荣耀的地方 他要经过一个 被举起在十字架上 这样子的一个羞辱 很难接受 因为 保罗也说过 十字架在犹太人的角度 看起来是一个极大的 绊脚石 是没有错 这位君王 这位主 他可以牺牲自己 但是呢 怎么可以被挂在十字架上 这么样的羞辱呢 这成为他们极大的 绊脚石了 所以 耶稣说 我讲这些话 你们已经受不了了 那如果 我讲 人只要被举起来 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他们又把话 一次地讲完 要不然 我想 门徒们 连的十二使徒 都走了 基本上我们知道 后来 当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还有门徒留下来吗 没有 或者可能有一个 基本上门徒是怎么样 走了 面对这个大考验的时候 他走了 彼得怎么样呢 三次 不认耶稣 到了这边 整个的 场景 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门徒 门徒啊 很多走了 OK 那 这个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 电影散场的时候 那样 一影完了 OK 那个 后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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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就散场了 OK 很多人散场了 那突然呢 耶稣就转向谁 他转向了 十二使徒 OK 那 又要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哦 十二不是门徒而已啊 十二 使徒 为什么是使徒 因为后来他们领受了使徒的这个责任 使徒是耶稣说爱的 使徒是承受着大使命的托付的 他问这十二个人 所以你想想那个镜头从个电源散场突然有一个spotlight 聚光灯 就跑到那个十二个人那边 耶稣就问他们说 你们 也要 离开吗 哇 如果我是使徒啊 我可能 眼睛睁大大 然后 举巴 掉下来 我们 哇 这么多人都走了啊 我们 怎么办 也 彼得 说话了 彼得 代表了这十二使徒 讲出了非常重要的 话 等一下 我讲到哪里了 OK 讲到这里 彼得说什么呢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 你是神的圣者 彼得代表了这些的十二使徒 讲出了他们对耶稣信仰的一个宣告 并且呢 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彼得讲出了人的有限 还有呢 神的无限 怎么说呢 因为对他来讲 他一样是不太明白的 对他来讲 这话还是一样很难接受的 因为他是犹太人啊 因为他是当时候生活的人啊 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 有整本圣经 看得清清楚楚的 啊 就是这样了 后来还有生餐怎么样 我们很容易明白了解 可是对于彼得来说 他很难接受 但是呢 在这些不懂 在这些很难接受当中呢 他抓住一个 他抓住什么呢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你看他的回答 其实是比耶稣所问的多一步的 耶稣问 你们也要走吗 彼得回答 我们要跟 我们不只是不要走 我们要跟 我们要跟从谁呢 因为 为什么 因为 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这过程里面 他发现 是 他有不明白 是 他有很难接受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大过这一切的问题 大过这些的疑问 大过这些文化冲击的事 耶稣是谁 而他抓住了这一个 他就 跟随 下去 既然你是神 你的话 就是永生的话 永生之道 我是不明白 我是难以接受 但是我不止不走 我还要跟随 下去 这个是跟随 永生之道 所需要的 决心 这也是在今天的讲道里面 我们自己要问 自己的 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处在 世界上 我们面对 很多很多 不明白 有些时候 不能接受 的失误 酸甜苦辣 都有 有时候我们会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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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两个礼拜的 这个少年营 少年们 还记得这个家伙吧 有吗 少年人在哪里 有啊 有些在楼上 少年人们 看着镜头啊 还记得 他是谁吗 我们看了一个影片 很短的影片 讲到这个人 他其实很出名 就是Nick Nick Vujicic 应该是这样 pronounce Nick Vujicic 他是澳洲人 那样 那也许很多人都了解 知道他的故事 他一出生 不是少了一个手 也不是少了一只脚 他出生是 没有手 没有脚 只有一个小小的鸡腿 小小的脚在那边 那样子 像企鹅的脚那样子 这一点对于他的父母来说 是很难很难接受的 但是对于他自己 是更加难以接受的 因为他感受到了 他体验到了 就是为什么 我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别人有的 99%以上有的 可是我却没有 Why 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 他也在这个信仰当中带领 可是他常常问上帝 Why 好上帝我是要服侍你 上帝我是要跟随你 但是你回答我个问题 我没有脚怎么跟你 我没有手怎么服侍你 Why Why God You make me like this 没有答案 好长的时间 他说 上帝没有直接回答他什么 但是有一次 他感受到上帝对他说 Do you trust me 你相信我吗 上帝没有给他答案说 为什么你没有手 为什么你没有脚 上帝挑战他说 你相信我吗 Do you trust me 上帝不是给他手跟脚 上帝是把他自己给了他 因为当他说 你要相信我吗 换句话说 我要为你负责 你相信我 我要把我自己给你 我要为你负责 从小到大 尤其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爸爸你有什么这样做 妈妈为什么不给我吃那个 爸爸为什么要我吃那个 为什么要怎么样 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 而且我告诉你 很多人是不想接受的 请问谁喜欢上学啊 有些人 上学做什么 玩吗 爽吗 上学读书啊 很多不爽 对不对 我们不明白 我们也不太能接受 但是呢 爸爸妈妈要负起这个责任 对吧 相信我 对你有帮助 相信我 你的人生要这样子走 基本上 这就好像上帝对他讲 你相信我吗 你就需要服侍我 你需要走前面的路 你相信我吗 所以 上帝的这句话 把从人所想要的答案 说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不给我 我等等 转移到什么呢 转移到 you and me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相信吗 你要跟谁吗 但是以后呢 Nick 他的祷告 变成这样 Please give me arms and legs But if you don't give me arms and legs I trust you 请你给我 手跟脚吧 但是如果你没有给我 手跟脚呢 我仍然相信你 就凭着这样子一句话呢 他的人生 后来 有很大很大的 改变 谁 who 我们要回到的是 信心的本质的里面 信心的本质 并不是说 我对上帝会怎么做 有把握 而是我对他是 谁 有 把握 就像彼得说讲的 你是上帝的圣者 你是神 因此我来 相信你 我对于你所讲的话 我没有把握 对于你所做的事 我更觉得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曾经骂耶稣 你知道吗 耶稣说 他要走向十几条道路 耶稣 彼得骂他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人家对你 希望很高 怎么可以死掉 我们不明白 神做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对他 有把握的时候 这条路就可以走了 刚才我们提到 人生充满不确定 有许多的酸甜苦辣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 上帝啊 你会不会医治我这个病 上帝啊 你会不会给我 什么什么东西 上帝你会不会帮我 什么什么 对于这些 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 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这个把握 但是呢 我们的信心 不是停在 什么东西 我们是听信心 信心要回到 谁是你 Who are you God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天父 你是慈爱的神 因此我放心 我把我 没有把我的事 交托在你面前 你来带领 你来负责 就好像彼得的宣告那样 说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 我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 你是神的圣者 在马太福音 有另外一段的叙述 应该也是在同一个场景 同一个时候 彼得所讲的话 因为耶稣问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因此彼得的身份 很重要 他是第一个 代表着门徒 使徒 代表着后来世世代代 你跟我千万的门徒 来对耶稣 做出任性的 他做出了这样子 很重要的宣告 他是真心相信的 门徒的代表 他也成了初代教会 最重要的领袖 因为他代表了我们 做出这样子的宣告 他信 他跟随 接下来 他就看见 更深地看见 上帝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 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 遇到一个难解的东西 遇到不能接受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相信 就是变成是一个 有一个aprosophy 挂呼的 好像信又好像不信 这个会变成不信 我们就 退缺了 我们就离开了 就像当时 那几千个 所谓跟随耶稣的人 但是遇到 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要信什么 我们不是信说 神一定会医治我的 他不医治我 他才奇怪 神一定会 帮我做什么事情了 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 你的相信不是这个 你的相信是 我信 你是我的天父 你是我的好牧者 我继续跟随 那我就要看见 我就要看见 你在我生命中 所做的提示 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超过人所能够去界定的 这是上帝的作为 这也是上帝 对我们每一个 要跟随永生之道的人 所要做出的挑战 的信心 你愿意吗 Nick 愿意 这个是很多年以后 他的照片 OK 你们想 这种人可以结婚吗 哇 一个漂亮的太太 她有两个儿子 所以她没有手没有脚 上帝给她的儿子 是两个手两个脚的 而且是双倍的 她成为一个很出名的 这一个讲员 她所带来的影响 超过我太多太多了 她所带给上帝使用她 所带给人生命的改变 超过你我太多太多了 她说什么呢 她说 如果上帝能够用一个 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来成为她的手跟脚的话 那He certainly 他一定也可以 用任何一个愿意 服侍他的心 你我都有心 上帝可以使用 他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可以被神使用 那像我们这样的人 只要你有愿意的心 你可以被神使用 虽然她不明白 她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手没有脚 但是她继续地相信 把她的生命交托在 天父的手中 她看见 许多人流着眼泪悔改 来接受耶稣 许多人被激励鼓励 再一次得着生存的盼望 许多人从悲伤当中 成为喜乐 许多人从埋怨当中 成为感恩 因为她说 我们常常为着 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来埋怨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从我们所有的东西 来感恩呢 你看到吗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什么 我没有的 对不对 她有车 大车 我没有 岂有吃力 有一天 她有孩子 我没有 她有怎么样 我们常常会为 我没有的东西来挑战 说到底为什么 我没有手 没有脚 可是她说 上帝说 给我的 给我的心 给我的眼睛等等 这些 是我可以感谢 她的 让我们一起 存着感恩的心 领受 神所赐给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什么 而这个过程中 你信靠 她是你的天父 她说 她会负责 到底 所以我们要把她 抓得紧紧的 不是把她给的祝福 抓得紧紧的 不是把钱财 抓得紧紧的 不是把 甚至不是把 儿子女儿 抓得紧紧的 不是把太太 抓得紧紧的 是把上帝 抓得紧紧的 然后呢 好好地与 她所赐给我们的 这一切 人 财物 管理 生活 来 见证她的命 如果不是这样的信念 我看呢 基督教早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过去的这些门徒 过去这些信仰的人 他们所遭受的 很多很多都是 逼迫 受苦 甚至或者是 殉道 They matter for God 如果不是因为 这样子的信念 基督教早就完蛋了 很快就被历史所遗忘了 为什么呢 哎呀 信耶稣的人 怎么会这么惨啊 但是他们抓住一个信念 是 我可以受苦受逼迫 但是这一位主从来没有亏待我 有一天我要与他再相见 我的救赎主 活着 所以 很讽刺的 平安 顺利 舒服的时候呢 基督教 就退步了 当有 逼迫 困难 挑战 领导的时候呢 信徒的信心 法人是往前的 上帝在这世代 要继续的 做事 上帝也愿意使用 每一个 有手有脚 但是很重要的 有愿意的 心的人 来被他使用 那是重点的 我们要抓住的 是耶稣是 谁 就像 Nick 他所深深抓住的 就像彼得 他所抓住的 就像历代以来 这么多 为主 受苦的信徒们 所紧紧 抓住的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两种 同样的情况 两种信心 两种门徒 耶稣讲的话是一样 但是耶稣说 当中有些人 不信 虽然他们说他信 你看到吗 约翰福音 讲了很多次 这些人看到 耶稣的心的神迹 这些人看到 耶稣这么可爱 他们就信了 可是耶稣说 我不信任你们 耶稣说 你们的信心是不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的是 耶稣的祝福 耶稣的食物 就好像 如果你的孩子 要爸爸的钱 要爸爸的手机 他不是要爸爸 你这个爸爸 觉得岂有此理 你要我的 你不是要我 上帝要 我们 与他个别的关系 这个关系 是透过他的牺牲 有血有肉 建立起来的 他付出的这一切 为了要使得 我们归属于他 所以我们不能够 只单单要 上帝的祝福 我们要 上帝本身 而我有这样子的信心 我们要经过的 不是那种 有跨弧的相信 我们要走的是 一个确信 Believe Do you trust me?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你信我吗? 你信 你继续跟随 你要看见 这是一个 不带着条件 即使不合你的心意 你仍相信 你仍跟随 这个不是盲目的相信 而是你认定 祂是你的主 是创造你的神 你能够相信祂 谁是主吧 你就跟随 祂吧 这个过程中 其实 耶稣 有一些 还没有讲完的话 因为祂知道 但祂如果讲得 非常的清楚 这些人 要跟随成长的机会 就没有了 就像刚才 如果耶稣说 好 我讲的话 成为你的绊脚石 那如果我说 我被举起来 被挂在十字架上 你会怎么样呢? 可能那时候 门徒都走掉了 请问耶稣 知不知道 犹大要出卖他? 刚才经文读到 对不对? 他从一开始 就知道 谁要出卖他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耶稣 犹大 岂有此理 我带你这么好 你还以后要出卖我 犹大 师妹 我又要出卖你 就是了 你又要出卖我 你出局 你不要来 为什么耶稣 继续让犹大 跟到后来 为什么耶稣 继续让这些门徒 到最后会离弃 他的人 继续跟到后来 因为他知道 我们的心情的成长 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但如果一开始 就把整个的结局 一开始就把整个的结果 告诉你们的话 没有一个人 也许可以承受得住 换句话说 他给予机会 给予机会 让你我成长 像彼得那样 甚至他跌倒 不认耶稣 耶稣再去把他挽回过来 他成为教会的主使 他给予机会 我相信 给予犹大 你要回转吗 你还要继续 你那黑暗的计划吗 你还要做背叛我的人吗 一次又一次 你来跟随 甚至在洗脚的时候 我相信 犹大的脚 也被耶稣洗了 对吗 最后的晚上 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 我不知道 耶稣的心情会怎么样 一面洗的时候 这个脚岂有磁脸 等一下去出卖我的脚 随便洗一点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你对我这样 不过我相信 可能耶稣洗的是一样的 更加的仔细 回转吧 离开你的恶道 放弃你的计划吧 悔改吧 耶稣还有很多 没有讲完的话 因为他知道 我们承受不住 因此很多时候 他没有给你答案 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 为什么 但是他保证一句 你 你信我吗 这个是有血 有肉 被挂起来 所建立的 关系 你要继续保持吗 你抓得紧紧吧 相信 你继续跟随 你要看见 我服事上帝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快吗 很快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对不对 什么都要学一点 犯了很多错误 我告诉你 有一次在我 教训练 我以为我讲得很好 教训练 下面都是大学生 中学生好像 中学生领袖训练营 我觉得我讲得不错 后来呢 我的会长 过后呢 就来来来 坐下来 一点一点的 帮我来 改 一点一点帮我批 有没有知道他是谁 林育生 哇 这样子指出来 我的脸不懂 他摆去哪里 可是他继续的接纳 我说 你继续在讲 加油 他给我机会 我在想 如果 一开始我被呼召的时候 上帝跟我讲 你会这么丢脸的 被批评 你会这样子的 被人家遗弃 你会这样子的 被人家骂 大概我不敢走 你知道吗 我真的说 主啊 我不要 我做一个salesman好了 我不要做传道人 上帝没有讲 他只是说 来跟随我吧 我负责 我带你走 相信 跟随 你要看见 我们来唱回应师 我的救赎主 活着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生命的阶段 我觉得上帝量给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看起来是很幸福的 很美满 但有些人看起来 你就知道他有很多的痛苦 我不知道 有答案吗 上帝也没有跟我们讲 但上帝保证一个 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了 你来跟随吧 在你的辛苦当中来见证我吧 就像彼得那样 宣认我吧 有许多未来 要跟着我们的脚步 要来跟随这位主的人 让我们留下美好的 云彩般的见证 给他们 虽然我们也可能会失败了 像彼得那样 但我觉得神蛮有恩典 使用我们这不配的人